2年前美国名人赛结束后,老虎伍兹世界排名还在780名低档徘徊,今年他夺得生涯第5座名人赛冠军,排名也重返第6,他用这座冠军救赎了自己,也再次许给高坛一个希望。 前高球世界球王伍兹,Tiger Woods,今天在高尔夫年度四大赛之首的美国名人赛第4回合,角处低于标准2杆的70杆,总计以低于标准13杆的275杆封王,让他再次穿上象征名人赛冠军的绿夹克,这也是他职业生涯所拿下的第81座冠军,以及第15座大赛金杯。 在现代美国职业高尔夫巡回赛中,名人赛,美国公开赛,英国公开赛及PGA锦标赛号称年度四大赛,但从来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在一年内完成过大满贯的成就,伍兹在名人赛成功东山再起,也让外界相信,他仍是最有机会缔造大满贯的第一人。 吴兹生涯曾在2000年连续拿下美国公开赛,英国公开赛与PGA锦标赛冠军,可惜最后一块拼图名人赛,却在隔年财年拿到,不过他仍是自1953年获根,Ben Hogan,后,47年来首位一年内拿下三座四大赛冠军的球员。 如今伍兹在名人赛称王,再次点燃大满贯的隐姓,对他来说还有另一项优势,就是今年PGA锦标赛及美国名人赛的比赛场地,过去伍兹都曾拿过冠军,对场地的熟悉度,将是他争冠一大利多。 此外,他若能完成一年内包揽四大赛冠军,缔造大满贯的空前成就,生涯大赛夺冠次数也将追凭金雄尼克劳斯,Jack Nicklaus,的18座,并列史上第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